今天這個世界 你到底瞭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希望大家介紹 今天不可思議的特別來賓 影集就在連晚晚見 他們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工作者 江忠波 忠波哥 他們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三太子的金生 紫英小姐 他們好 高峰 班好 林雪老師 蘇坤 龍蘇老師 他們好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請寶波人的金生 一選法師 潘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希望跟大家討論 什麼不可思議的主題 先看我們今天的主題比一下 用著日本拜神的方式 她是石小姐 年紀40出頭 鏡頭上 她看起來很普通 不過她自稱自己是一名 日本將軍神的代言人 神奇的是 在她自稱被神體附身時 瘦小的她 居然變得力大無窮 兩個大男人 都還有點壓不住她 不只是力氣大 接下來 石小姐 不僅連講話的態度 還有語言 都完全變了個人 旁邊的民眾告訴我們 如果聽到石小姐講的是日文 而且眼睛連眨都不眨 就表示是日本將軍 近了她的身體 而整個過程大約20分鐘 我們也特別注意 石小姐的眼睛 還真的都是開開 渣都沒渣 而事後 石小姐也強調 在遇到這個日本神之前 她可是一句日語都不會 像石小姐這樣 突然變一個人的例子 姑且不論是真是假 站在精神學的角度 醫生解釋 很有可能是多重人格症狀 不過宗教信仰本來就隨個人喜好 只要不藉此去招搖撞騙 信不信真的是看個人觀點 剛剛從那個新聞片段裡面 我們看到本來是一個 非常平凡的女生 居然被一個日本神挑到以後 她可以幫她辦事情 而且20分鐘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 然後像現在雞同在台灣其實很多 還有這個專門雞同訓練班 一開始好像現在是小姐嘛 後來變什麼 對 一般來講喔 越鐵齒的 越容易被抓 學識越高的 然後越公眾的 就常常會被抓著 對啦 其實就是喔 比方說一個雞同 它的產生方法 其實大致上有三種 第一種呢 就是神明挑的 有點像達賴喇嘛那種有沒有 對 那還有的話呢就是 本來它有一個老雞同 那可能它快掛了 然後就傳承 傳承給他這樣子 對 不過女孩子不是隨便 可以當雞同的喔 像有些比較武的 像是關公啊或那種 它是不可能會降生在 這個女雞同身上 因為那個下來之後 那力道太大了 有時候女孩子會彈開 就像我曾經就是那個 玄天上帝來戒那個身 來戒身 因為他不能隨便來 可是他來戒身要交代事情 你知道嗎 他那個頭搖到我醒來 退嫁的時候 那個頭脖子是扭到的 真的啊 因為他來的時候 玄天上帝會一直搖... 對啊 剛剛新聞說 他那個日本神附身了以後 他也是幾個大男人 而且他退嫁的那種衝力是很大 很大 所以一般其實我們剛看那個 畫面上那個石小姐 他算是就是一般的 本來是家庭主婦對不對 然後他這個日本將軍神附身之後 他的力道很大 對 而且就像潘潘講的 他講的是一口很流利的日語 對啊 本來一句日文都不... 可是像以前的年代會講說 其實女孩子也好 會去做男孩子 還是受到那種專業的訓練 都是那種比較中低階層的 對 不是說中低階層不好 而是說他們可能接受度會比較高 其實一般的像是 比方說學識比較高的啊 或者是說唸書唸比較多 他一般會比較排矩 像這個雲林有一個 這個也是啊 對啊 這個學識系統啊 他們神明有一套... 有一套說法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要專找這種高學識的 因為他們有能力去分析跟判斷說 事情的是非 對 這個就是屬於鐘伯格講的第一種 神明挑選 一個神明挑選嘛 第二個就是原來的老雞童 他傳承給你 第三種 第三種呢就是自己說自己是雞童 他就是雞童 我講是真的 這不是開玩笑 這大致是分為這三種 就有的人他自己就說 真的 我曾經就遇過 我們有一個信徒 他呢 就是直接去我論免幾次之後 然後他是老師喔 結果上課的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是什麼官侍應菩薩來的 我是什麼官公來的 紀公來的 對 但他講這些神明 我們還知道這神明 有的是連神明的名字都沒聽過 那這種有時候就是有點 我個人就覺得有點騙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坦白講 有些神明他自創的 那如果說連這老師看書都查不到 那你創來的神明 那你還真神啦 是不是 那一般來講 我們知道的大概通常是三太子啦 紀公啦 官公啦 王爺啦 各式這樣的王爺 如果哪天有個雞童突然說 喔 我被玉皇大帝附身 那就有鬼了 玉皇大帝通常是不會去找 不找雞身排斥的 那剛剛潘潘講到一個大學生 學歷越高 通常也讓人家越有幸福力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在雲林古坑 就有一個大一的學生 這個人就滿有意思的 他就有一點又是神明挑選 然後又是老雞童傳承 等於是混合在一起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學生 他在大一的時候 他的外公 對不起 阿公 死掉了 那他阿公本身就是一間公廟裡頭的雞童 而且是老雞童 那他這個神明是玄天四上帝 那結果當地這個老雞童死掉之後 那他的兒子 也就是我剛才講這位大學生的爸爸 就很著急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是這個公的主委 找不到能夠來當雞童的人 就一直很緊張 他也沒有想到他兒子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還是要聽過一些台教的儀式 來選出雞童 好啦 結果有一次他兒子 從高雄念書 因為他兒子在高雄念書 就回到雲林的時候 好奇想要去參加看選拔一下 看會不會選中 就被選中 就這麼巧 結果最後還是他 可是他被選中之後 他非常抗拒 他說他每一次回到學校之後 去回到學校上課的時候 對 他只要一覺得很抗拒的時候 他在晚上做夢 神就會告訴他說 不要怕 不要擔心 他會安撫他的情緒 對 不會影響你平常的日常生活 放心 所以後來他漸漸經過一年多 他現在不抗拒了 而且他也漸漸經過剛剛雲林所講的 就是雞童的訓練而養成了 現在變雞童了 對 子依你也是被神明挑中的 當初你一開始也是非常抗拒 你還逃到日本去 是 其實剛剛你們三位講的這個過程 我很興奮 因為有大概十幾點 通通跟我的情況是一模一樣 這是沒有誇張的 頭一個我們先講到日語的部分 我真的差一點 阻止不了 想一直講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呢 我記得我很排斥 因為那時候正年輕才二十出頭歲 誰願意去讓他這邊跳檔 因為很丟臉 我很怕人家知道 你說你會講日語 是一直被附身的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剛去日本念書的時候 我的日語是很爛 到現在也不是真的很好的 只是能一點溝通 但是我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下 你知道他把我逼成什麼樣子嗎 不是 工作沒有辦法工作 賺了錢會無憂無故掉了 那就算了 我常在身上藏得很好 可是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然後呢 後來我就想 好那我去念書 你總不能拿我怎麼樣了吧 因為我也躲到高雄去了 躲到山裡面去 就不想說了 你躲到山山裡面 但是他每天晚上就是 不是大羅啦 就是大鼓這樣 不讓你睡覺 我覺得他很笨 這個 他硬要上你身 硬要找你做雞身 你躲在哪裡 都這樣 你18歲我就不相信 你會告訴我說 我願意當雞童 我不相信 那到最後你怎麼被征服的 然後後來我就去的日本 那去的日本 我念了三年的書 他完全沒有干擾我 我就想 我解脫了 我可能過了一個國度 但是過了 對 還是過了 還是過了 我多氣你知道嗎 畢業餐會我想說 反正那時候 有交了男朋友了嘛 就在那邊 有一點發展也不錯 就住在那邊也不錯 結果呢 畢業餐會那一天 我被人家當神經病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 他們對靈媒的這種東西 其實是很排斥的 然後那一天我們畢業餐會 總共有十幾個人 一桌 一桌人喔 我那種感覺 就像被打麻一樣這樣 啪一聲 然後是整個這樣麻掉 軟 太軟 然後他來了 他來的過程我完全不知道 啪啪啊 然後講了一堆的日銀 然後跟人家講說 其實我是鬼上身 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些人全部 我醒來的時候 同學全部嚇跑了 對 眼睛瞇上的時候 是十幾個人坐在前面的 結果呢 等我眼睛一張開的時候 走到身上四五個 有的是眼睛瞪大了 已經嚇傻了在那邊 因為我的日子真的很爛 那時候變得很流利 就是他來的時候很流利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神明他會講很多語言 像我們以前太子在辦事的時候 曾經有那種葡萄牙人來 然後講的是葡萄牙文 我就玩了...怎麼辦... 他說你怕什麼 我會講啊 你怕什麼 然後好了 他來 所以你在跟他對話的時候 他見你的身體 就是直接用葡萄牙語 跟他溝通 對 然後我那種狀態是在那種 聽不到聲音 但是我站在旁邊 看他在辦事 看我自己的身體在辦事 對 變成你的靈魂出來 對 就是我 比方說老師這樣對不對 眼睛閉著 我就站在旁邊看他在辦事 但是這是我的身體喔 對 但你等一下過程那個 對 像這種情形喔 一個是轉角 就是全部給新名服務的心 一個轉角 那事實上一個基統的信念過程當中 第一就是有家傳的 他們家有... 過期有人做工具的 他自然會傳下來 對 一種就是新名獵 獵過他們台北選的時候 剛才開始就是大家都搶電球 兩個人搶電球 看誰先起來 如果你起來的話 那個人會被甩掉 那人起床 那起床開始 如果在南部開始 從後部 從後部就起來 開始要炒了 但是那種剛才那個擦檔 擦檔是沒辦法開口 開口就開口有辦法 那就是開口有辦法 那就有辦法開口有辦法 那喝下去就這樣講了 真的 聲桶化石也棒 對 我開口 像我第一次開始講話的時候 我記得 我的手不由自主就這樣 掐著自己的喉嚨 然後掐得很深喔 不知道在幹什麼 結果 那你就變深喉嚨了嗎 你會變深喉嚨 但是生喉嚨之後就會 就是太子來辦事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口 開口了 不是說還要再見沐浴幾天 然後幾天後來親 有啊 就是上青山那個 沒有 我說有的 妳如果說要做冬季 以前會七七四十九天的修煉 譬如說這七十九天裡面 第一次吃虎枕 虎枕是那個虎枕 然後就說妳要閉關 對 坐盡 每天就是要在那個宮裡面 靜坐 打坐 然後每天要吃素 那這七十四十九天 也不能有任何 七十四十九天不能有任何的 什麼行為呢 我們請給廣告馬上回來 我們要拿來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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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並駕 殘有殘駕 你不可能有殘駕 商有商駕 哪有雞駕 我看到他們 一樣去出糙 就一出糙的時候 那個冬季突然就倒地 慢慢倒下去 然後頭土白目 大家都嚇一跳 這時候奇蹟出現 七童這個工作到底有多麼神祕呢 而成為七童的話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訓練 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修煉 就是說在四十九天之內 你必須要吃素 然後住在宮廟裡面 那每天早上醒來 一定要化所謂的福膽 那福膽放在桌上然後念經 一般我們文姬來講的話 它有分文姬到無姬嘛 如果文姬一般都是會念 女孩子要念浦門品 然後她只會念一枉真經 然後念完以後 再把那浮嘴喝下去 但是你在這四十九天 你會在公里面 你絕對不能要遠離世俗就對了 不能遠離... 不能碰到女孩子 然後吃素 不能喝酒 然後... 會生氣 對啊 還有一種就是口德 情緒款式也要做到 對... 不能生氣 那裡面有沒有一個導師之類 陪你在裡面進去 對... 那主持會幫你 會幫你完成這個修法的過程 而且你當初被抓雞了以後 就是開始這樣訓練 是 而且... 包括不能生氣喔 生氣你就可能會被揍喔 會被揍喔 真的 我前面在揍妳 就是生氣的時候 然後那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就...一聲就掉到床下 那是真的用飛 就像在做電影在拍的那樣 妳躺在床上 然後他就是碰一聲就是 好像一隻腳把妳踹下床 好像一隻很大的腳這樣 碰 把妳踢下床 不能生氣 不然要從頭來 而且很辛苦的 怎樣辛苦你知道嗎 包括腳 它踩木肌 要穿襪子 還要踩木肌 然後頭呢 頭上 有的人是綁在頭上 像我們是綁在腰上 有一個那個靜帶 對 一定要綁著 類似人家說的那種 針釗帶那種 杜兜 杜兜啦 就是所謂的八卦兜 正統來講的話 我們女孩子坐進要戴八卦兜 對 一般老師她們在傳承 就是八卦兜 而且呢 很辛苦的 像以前的肌童 跟現在的肌童不一樣 要抄五卦 我抄過 妳要抄過 我抄過 就後面 衣服後面要挖一個洞 因為女孩子 她不可能打刺膊嘛 但是她就是 衣服後面就是會有一個洞 她也是拿東西插進去喔 一般來講 還是踩那個刺球喔 對 沒有...它是五種 五種 從七星劍啊 然後那時候 我們太子對我比較仁慈 她說那妳挑一個 一定要經過那種的 就是等於是肌童 她要經過一些 比方說放山啊 要到青山 搭一個棚子 然後妳要在裡面 那上廁所可能要很久 妳可能會看到那些 就是比方說好朋友啊 那妳就是要自己去考量說 妳要不要去上 妳的膽量夠不夠 像我是閉著眼睛走出去上廁所 因為很急嘛 然後再來就是刀梯啊 就是刀子 108層架起來的 我爬到第64層的時候腳軟 她就在那邊抖... 我就一直叫太子我爬不上去的 我腳軟 妳當然 其實在台灣社會裡面 當機這個角色 其實它非常的重要 我跟妳說 因為我們去拜拜的位置 有時候我們都要經過什麼 當機還是鬥頭 兩個人一搭一唱 才能告訴我們指點名機嘛 可是這時候觀眾一定很好奇 我怎麼樣知道 到底是真的機還假的機 有的到了帝家 她也是用得好像真的耶 其實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石小姐 她是什麼 日本將軍神 有的人覺得說 日本將軍神 我就沒聽過了 到底有這個神嗎 其實有時候 我說實在的 你如果是開了那個所謂的 應該人家講說 你讓那個外靈 可以進入的那一個能力之後 其實鑰匙打開之後 其實很多的神或什麼都會靠近 我來講一個 其實有時候將軍神 只要你拜他都叫神嘛 講公有人拜他叫講公神嘛 其實在司馬忠元先生 有講過一個他兒子親生的一個案例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其實他兒子那時候 大概在三十幾年前 他兒子是陸軍軍團的 在那邊服役 他當兵就對了 然後當兵他裡面有一個同袍 是冬季出身的 從嘉義來的 大家就笑他 你冬季喔 你冬季不是很會玩嗎 玩幾步來看看 跳看看 可是... 可是他沒有像你那麼油條 人家很老實 你很糟糕 他說我...我沒辦法 他說我不會啦 我不會 很老實 可是後來有一天 這個他們有一個祭司公會 給了他一封信 是公文喔 就說不好意思 嘉義大廟要跳大神 你要回來跳 跳神這樣就對了 你要跳大神這樣 他說沒辦法 我去做兵怎麼會 他就開始寫價單 結果那時候呢 他就寫了這個價單 就開始請價 後來一直請 他們排長什麼都不可能 那種笑耶 到了連長更生氣了 他說病有病價 殘有殘價 你不可能有殘價嘛 商有商價 哪有機價 不可能 機有機價這樣子 後來那天就說 你乖乖的給我去 就是去操練 對嗎 一樣去初操 結果一初操的時候 就司馬松的兒子 就同時練 後來就看到他那個動機 突然就倒地 然後鬥得掉 然後口吐白沐 大家都嚇一跳 怎麼好好的人 突然這個樣子 對啊 可是這時候奇蹟出現了 對啊 他整個人談起來 然後開始講話了 而且講的是什麼 標準的英文 標準的英文 很冷 我們剛才講說日文 真的可以嗎 它是一個嘉義 而且只念到小學三年級 對啊 就是從小去學黨 可以講流利英文 講得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都傻眼 沒有人聽到 沒有 沒有 他是趕快 緊急去找他們一個 就是台大外交系的一個學長 後來翻譯 後來翻譯 結果他說他是誰 他是一個叫格里漢上尉 是一個上尉 也是類似那種軍官 官位很大的一個上尉附身 對 他說他這個年輕人 他講的是真的 他今天要 他必須要回去跳身 你要讓他回去 我是我們在地那個 就是土地公公派我來 上他的身 來告訴你說 真的 是真的 你們會覺得很瞎 怎麼可能你知道嗎 可是司馬忠元先生 他說那時候聽到他兒子講這個事情 他整個雞皮疙瘩都跑起來 他說為什麼 他說三十幾年前 那個所謂的格里漢上尉 你知道嗎 是他們 他說那時候格里漢上尉 死掉的時候 他是溺死的 死掉的時候他在坐邊 他就在那旁邊看到 他說那時候他們是連上 有幾個什麼團長什麼五個人 總共五個人 包括這個上尉 他們那時候是到嘉義 那邊有一個山舞潭 那邊去什麼 踏青 去旅遊 可是那時候突然間 因為他那時候在當兵 我們司馬忠元先生也做貴賓 好不好 他說那時候他就覺得全聯 大家都就是這個很嚴肅 氣氛很不好 因為好像聽說有人溺水了 後來就 很大的救護車的聲音就作響 然後就來救人 就那時候溺死的就是 格里漢上尉 然後所以他知道 真的 真有其人 而且他是那個團的 是事實 對 團的一個牧師 講一句 講一口非常好的英文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說 等於在在地里漢山湖潭 溺死之後 其實跟土地公共交情還不錯 所以沒講到三十幾年 讓他兒子親眼目睹這個事情 所以雞童 其實你說上尉是不是整個事 要讓這個雞童去那邊跳雞 然後還這樣死亡幾十年的外國軍官 還去幫他請假 其實... 其實這個就是他那個靈體 他會來附著再說 他真的是有需要 他會動過 透過我們當地的土地公 因為土地公是管區嘛 然後透過他來幫他們嘛 其實雞童 他的一個基本的一個過程 他說第一個他就會挑雞 他會一個挑雞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菜雞 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 青雞 他剛才開始改菜 他說這個青雞 你意思是一開始不能開口 再來就要使用這些五寶嗎 不一定五寶 他剛開始是不能採用的 他要收到第五個階段 其實一個雞童 要到一個他真正可以辦事的時候 他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叫菜雞 會挑雞 封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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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帮路電視給你看 帮路電視就說 帮路電視給你看完 他會教你神語 神語 神跟神講話的叫神語 然後第二個就是腳步 七七步 蓮花步 三乃乎淋步 北瓜步 然後這裡先叫你腳步 打好之後再叫你咒語 咒語完之後就是符法跟指令 這些指令你要都會 這個都會了之後呢 第四個階段就是考基 科基 所謂的科基就是說 你要去這個道教協會裡面 去認定 由道長來考你 然後你要去內定 做內進 坐金有分兩種 四金一種跟多金 四金不可以出來 五金不可以出來 四金在裡面坐 每天都是一杯水給你 還有一個小糕 一個糕餅給你吃 就這樣子 然後你在裡面 它有很多的 非常多的書 當你一進去做的時候 那那個道長都會跟你 採一支那個交仙機 台語叫做交仙機 那個交仙機一採上去的時候 只要方圓二十里裡面的 一些很多的神明 從那邊經過 它就會下來 下來幹嘛 下來 替你起起就走去了 可是你真正的主 對 你真正的主還沒有下來 你真正的主 就是你的主神 還沒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階段就是拜祭 拜祭就是你要回去收拾你的公母 跟你的公母收拾 你這個肉體要照某某的神明 可以... 好 OK 就要跟它談條件 然後完就是認主 就是認我們那個主神認出來 第五個階段就是最難的 就是考試就是要成績禮 所謂的成績禮就是做進完 你要爬那個道梯 受風於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會受風於你 會頒所謂的五寶給你 然後還有這個機師 這個機師令給你 所謂的機師令就是 劍跟印跟令 令起 要領到這些就是正直的 你說還有那個道梯爬完了 然後呢 它要隨時要上身 叫你辦事就隨時就來了 那個是在做進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基同最不思議就是 它要你做 你還不得你做 為什麼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我大概是在十幾年前 十二年前 醫生跟我講我是不孕症 是不孕症 但是我那時候真的是不孕症 因為人家說子供後勤那些的 就是會導致不孕 而且我的疏弱管有阻塞 然後去找醫生做好幾次的小手術 都沒有用 然後那時候我剛進演藝圈的時候 其實他不想讓我進去 就主導 然後我那時候也剛好認識白雲 因為我們拍同一部戲認識的嘛 結果很好笑 有機會接到比較大 戲像愛那些的我都有接到 沒有來抄舞寶有沒有 沒有 還沒抄 那是後面的事情了 結果呢 要進演藝圈之前呢 進了演藝圈之前 進了演藝圈之後 對他生活有什麼改變 我們進個廣告馬上回來 我們在大小又抄舞寶 後來就... 其實主導主導自己講話 他就說 你這個山泰柱 武器比較差 你看我們的 然後就兩個起床 砰砰砰砰砰砰砰 結果後來上面那個阿炳就講說 你這個山泰柱 武器比較強 可以 那你可以讓你上來 我跟他們上來 來吧 我去山泰 進了演藝圈之後 有什麼改變呢 對 進了演藝圈之後呢 本來可以接到滿多戲的 結果忽然之間 就是有一次 我就是覺得樂世不順 然後就去找醫生 就醫生告訴我 我說妳懷孕了 我說我不是不孕症嗎 為什麼會懷孕 他說他也覺得很奇怪啊 很怪啊 因為我的那個都是塞住的嘛 那個數量檔是塞住的 我覺得白孕太小了 但是他不讓我進演藝圈 可是他卻用演藝圈 讓我換一個方式再進來 真的 像我第一次 剛開始他訓練完 第一次出去辦事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 中影文化城的將軍府 然後那一次呢 我是當一個小執行製作 然後就是太子跟那些輔導 都很好很好 結果呢 去到他們就一通電話來 那個子儀... 你現在可以趕快過來一下嗎 目前還找不到就是師父 臨時找不到師父 你可不可以先過來 我那時候真的是滿緊張的 然後我就想現在嗎 好...那我現在過去就... 馬上車子開了就過去了 去到那個中影的門口的時候 那個頭就像被打到那樣 你知道嗎 很痛喔 結果一進那個將軍府 我的右腳才踩進去而已喔 你猜我看到什麼東西 一個...就像電影在拍戲那樣子 一個女孩子坐在那個藝人 那個藝人是被綁著 她就是滿有名的什麼公的 一個郡主被綁在那個架上面 然後那個女藝人的頭是這樣 然後舌頭呢 一般我們舌頭伸到這個地方 已經算很長了 她就在這邊 是不可能的 女藝人在演戲的時候 變成這部劇情 然後呢 她臨時找不到老師 我那時候才剛開始 我其實滿緊張的 結果一進去我就看到那個... 那個立鬼 就吊在她的... 就是她的裙子整個 照在那個藝人的頭上這樣 然後我只看... 就是你們旁邊的人看到的 可能是就是那個藝人 頭這樣子轉啊轉 然後掉白眼 可是我看到的是一個 全白...灰白色的頭髮 大概這麼長的 然後穿一個那種... 類似潘潘那種 細肩帶的對不對 換肩帶的 但是是長裙 有喔 這麼細 桃紅色的長裙 但是那個臉 知道是幾歲的臉嗎 五 大概六十幾歲的臉 老阿嬤的臉這樣 然後眼睛是很邪門的 那種邪門滿怪的 就是... 然後呢 比真正還可怕 就是那個女鬼 去找到那個女演員 讓她變成這樣子在那邊 然後那個聲音啊 就我一到 你知道我聽到什麼什麼話 我就一踩進去 我就想糟糕了糟糕 她好像有聽到我的話 她就跟我講出來 妳敢來 就這樣 直接挑釁妳敢來 其實我滿害怕 我當下就馬上請太子爺 結果太子爺來 我在請的過程當中 她又說話 妳請小孩 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真的是一個老阿嬤的聲音 可是她的穿著不是老阿嬤 原來她死了四十年 四十年 她後來咧 當下太子說 妳回到宮裡 去把我們的那個政府 就是五堡裡面的那個斧頭 樂斧 我那個樂斧就這樣子 射到那個... 射到那個女鬼身邊 她一串 串到一個木頭裡面 我就射 她說太子說 妳射 這樣是很好玩 妳射 我其實滿緊張 她手就這樣 嘲嘲嘲嘲 一聲真的中了 就中了 然後忽然就聽到一個 哈 有聽 真的有聽 真的 這是我第一次去處理那種事情 其實 我現在到現在在講的時候 還滿聲大喊 滿可怕的 妳才能過哪一些那種 雞同辦事 之前呢 我們曾經去衝個現場 然後呢 這個現場要抓的是一個毒販 好 那我們一干人等的 包括警察 刑事組的 穿著警察背心 拿著槍 然後我們記者呢 就拿著一個小小攝影機 就跟在後面 那時候我們親眼目睹 那很有趣 那時候呢 那個毒販呢 吸了安非他命之後 就躲在房間裡頭 二樓的房間 然後就開始起動了 三太子 他是三太子將軍 那他都是講台語 所以那時候我坦白講 我現在台語不是很好 我都用中文來表示 他意思就是說 是三太子啊 真的 然後對 他跟他媽媽在對話 他說阿母啊 之類的 還可以叫阿母 對 那後來警察到了之後 警察到了之後 就問他媽 就說 你們兒子現在這樣 要怎麼辦 他說我告訴你 我兒子還有槍 真的 所以警察就不敢輕舉萬動 就這時候呢 他兒子就開始 開始在上面就說 阿母啊 我有聽到是阿姨 是什麼是阿姨啊 這樣子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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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 我們 對 你沒事 你不要 不要演那麼 不要影響我講話情緒 不要演那麼多 回來一點 然後後來 我們的警察就很緊張 因為知道他有槍 後來 我們那個警察就突然想到說 既然他說他是三太子附身 不然我們來先拼先 我們也來假裝是 先拼先 我們也來假裝是 我們也來假裝是三太子附身 還跟他媽媽講好說 你一定要幫這個忙 對 你們就演演起來 結果後來那警察就說 阿姨 我也是三太主啊 三太主來啊 這樣子 然後上面那個人說 你怎麼看你是三太主 我這是三太主 你看 砰砰砰 他就開槍喔 然後就砰砰砰 就這樣子 好 然後結果 然後那個警察 就回頭跟我們這樣 就 意思是說 現在這樣子該怎麼辦 對啊 行事組組長說 阿朗那個小三太子 已經開了好幾槍 你大三太子 行事組組長就說 沒關係 不用怕 行事組長自己講話 他說 你這個三太主 武器比較差 你看我們的 然後就這樣兩個起床 砰砰砰砰砰砰砰 結果後來上面那個阿榮就講說 你這個三太主 武器比較強 可以 那你可以讓你上來 我可以跟你對話 終於成功了 對不對 後來幾個警察上去之後呢 他就跟那個阿榮講說 既然我們兩個都是三太子 那我們先去拜拜 好不好 就騙他想要先騙他下來拜拜 那阿榮當然不宜有 他因為他已經屁肖了 就把他壓制在 就趁他要出來拜拜 就把他壓制在地 這時候行事組長就講 他說 你現在終於退嫁了吧 你還是三太子嗎 結果那個毒販還不死心 他說 我現在不是三太主 我現在是媽祖 對啊 然後結果 結果 那個 騎士組組長跟他說 喔 你是媽祖 我是行事組的 你有聽過嗎 他說什麼 他說 騎士組 我很久沒有再拜了 可能是新的神吧 有 從這個案例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有很多的毒販 他說他自己是 就會藉由其他 他自己也在幻想 對 其實是幻想 但是我現在要講一個真的故事 剛剛只是個引言 另外有一次 這個引言會不會太久了 不是 他講這麼久 OK啦 對 也要講久一點 OK啦 那我現在要講的呢 是呢 也是去抓毒販 那這一次呢 警察他們去抓的時候 有做過調查 因為這個毒販是中盤商 他所手上所握有的下陷啊 非常龐大 如果能夠破他的話 坦白講分數蠻高的 然後後來調查發現這個毒販呢 什麼都OK 只有一個是他的殖命傷 是他非常孝順 你只要搬出他的媽媽 他幾乎都會 就是配合跟妥協這樣 結果後來呢 他們那一次 我記得是在台北縣的三重 重慶路那邊 一棟大樓 十九樓 我們捏手捏腳 衝上去之後呢 砰 破門的時候 嫌犯他還在睡覺 還在睡覺 那很好抓的嗎 很好抓 但是你要有人章俱貨 找不到毒品 又要他交出來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警察 就集中升職 他就突然上升 他是誰 什麼上升呢 他是官公上升 是真的假的 真的 你聽我講完 他官公上升 他就突然 其實他們是有套好的 就是小隊長跟這個偵察員 就講話 到時候你就關公上升 然後呢 就講說 他媽媽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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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點點 他們就說 好 結果後來那個偵察員 就突然就關公上升 他一開始他就說 他就跟所有人講 去那杯熱水來 熱水 嗯 大家也很奇怪啊 不過我心想 你們在演戲套好 可是那小隊長演得很逼真 然後就 熱水 去那杯熱水來 給他 拿了之後他就這樣 然後就 眼睛閉著 眼睛閉著 然後就突然 跑到那個 他的房間裡頭 拿了一個 大概這麼長的棍子吧 就是你知道嗎 那種甩棍 伸長之後是不是變這麼長 就拿起來 他把它當大刀開始耍 砰砰砰砰砰砰 就耍喔 關公耍大刀 然後他耍的時候 我親眼看到 小隊長還被他K到 頭還被K到 還不該講 砰砰 然後小隊長 我心裡想 你們演得真夠逼真 因為小隊長很痛啊 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 他說 你 塗炭生人 魚肉鄉民 唯非作膽 就開始罵了 罵得很快很順 然後他就講 花陀 我的好朋友 花陀 用麻藥來救我 來救人 你呢 用麻藥來害人 欸 真的就這樣講喔 還講了 對 然後他開始 他開始耍大刀 然後耍完之後他說 你 你阿母 喔 要死啊 你知道嗎 就這樣 我們所有人都覺得 哇 才演真相 你知道嗎 要死啊 你知道是嗎 就是因為你 唯非作膽 阿母要來替你 承擔這個業障 活不過一個月 我就要抓他回去了 就這樣 那個毒蟲怎麼辦 毒蟲一聽啊 就開始淚流滿面 因為大家都被嚇到 太像了 大家都被嚇到 他就跪下來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我長滑熊的時候 這杯酒都還是熱的 滑熊幾下 滑熊就是之前 三觀中 他有一次啊 他跟這個 這個 要不要很久 快了 他跟曹操講 他說 你給我 溫一杯酒 好 那曹操就說 那你喝了再去殺人 他去殺那個叫滑熊 他說不用 我回來的時候 反正酒還會是熱的 他就去殺人 殺完後來酒還是 對 他就說 我告訴你 你趕快想清楚 不然這杯水 變冰 變冷了之後 你阿嬤就不會喝了 唉唷 時間就停在那邊 對 就這樣 大家就在等 然後我就一直看那杯水 剩下那杯水 如果真的變冷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後來鹹犯 砰一下就跪下去 唉唷 這個毒蟲鹹犯跪下來以後 後面還有什麼春氣故事 我們在聽的 廣告馬上回來 對 真的快了 然後三天前三天 你就開始要吃素 然後他睡在那個 神桌下面的鮮巴 他都 通常他都有造作 可是就是很奇怪 結果在朝這個雞婆的時候 他把腳架片的這塊肉 噴掉了 在整個肉 在那邊甩著甩著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呢 毒蟲 我們就很緊張 因為那杯水 我就一直盯著那杯水 他冷了以後 他媽就要死掉了 他媽就要死了 是不是 那個嫌犯也很緊張 毒蟲也很緊張 然後呢 我們就看到那個偵察員 就提提的那個偵察員 他最不緊張 眼睛閉著 然後這時候大家都安靜 他又把棍子拿起來甩 你說不說 快 你媽快死了 因為小隊長又被打到 又被打到 這幾個真是太拚了 真的太拚了 那小隊長沒有說 你不要再演啦 你給我起來 配合得也很好 結果後來嫌犯就 砰一下就跪下去 然後他就跟他說 官老爺 官老爺 我願意 我願意 把我的麻藥給你 那個嫌犯還配合 官老爺的講說 我把麻藥給你 結果他藏在什麼 他藏在那個 我們地板不是都有鋪 那個拋光石英磚嗎 那一大塊一大塊 對 很厲害耶 他其中有一塊 他就這樣 其中有一塊 就是可以 可以把它 就可以掀開 然後裡面一包 平平扁扁的 一包一包都放好 全部都拿起來 然後拿起來完畢之後 藍藍就抓走 那個後面我就不講 後來我就跟那個偵察員講 我說 哇 我說你應該去跟我去演戲 比較適合 你知道嗎 快拿出來他就退架 對啊 然後那個小隊長也講 他說 不要說那個偵察員叫 阿用 阿用 你要幫幫忙 不要 我們當初講好 你表演一下就可以了 你幹嘛拿棍子 打我的頭打兩次 你還叫我去倒茶給你 你有沒有搞錯啊 對不對 這樣 這樣 結果後來那個偵察員講說 好 對 我告訴你 我是真的 不是假 他是真的上真 這是 關老爺附在他身上 對 來抓這個毒蟲 弄假成真 那當然不是弄假成真 是當初啊 這個小隊長在找他 設計這個橋段的時候 因為他們常常 其實警察抓人常常 藉由生命的力量 在設計這個橋段的時候呢 這個 偵察員 偵察員呢 他知道他自己其實就有這個能力 可是他當時沒有跟小隊長講 因為你講了 你到時候真的奇蹟 人家也以為是假的 他就跟小隊長說 好 我一定盡量配合 我一定把他演得很像 結果他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家 一直都是拜關聖帝君 然後包括他的阿公爸爸媽媽都是 那他們家族裡面有阿公 曾經有一次被關聖帝君附身過 有被附身過一次 那後來呢 他爸爸媽媽都沒有 可是呢 他說他從小的時候呢 很奇怪 常常在睡夢中 他自己就會被拉回到 當初在三國時代的場景 是喔 所以他對於三國時代的人物啊 非常清楚 當然那個名不介經傳的就算了 那種有名的人都 都如數佳者 那那個人 他就是跟關公很有福緣啊 對 那就是說他本身有這個體質 然後加上那一天的天時地利人和 然後整個就 附在他身上 所以一般我們警察會拜關公 那像我們一般機身來講 事實上你做機身的 一定要有個心念 有的是夾起檔的 夾降價的那個就 對 那事實上有說 像西方有所謂的心理鞋嘛 那原來打完沒有嘛 所以機身也是 在台灣是 辦理很重要的一個心理鞋 可是一選法是 像他剛剛講的那位警員 他好像是平常沒有在訓練 那他這樣關公 耍叨叨叨那些也是都很厲害 其實他那個鋼 就是說他沒有修圍 他沒有經過一個機桶訓練的過程 他是一個探機 他是突然間上身的探機 就我剛才講的 對... 他自己說自己會被上身就被上身 他是直接上 那我們來看機桶 其實我們看機桶 看有時候 看好像在超五寶 超的我們剛剛有提到的五寶 那他是熟機才可以看是超五寶 對...你要在第五個階段 你已經有玉皇大帝 給你受封為真正的機師之後 你才會動用這個東西 他各個的作用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來 這個七星劍是東營 東營 東營 東營所用的七星劍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鯊魚劍 鯊魚劍 這個是西營 三營 好像有人那個卡到陰 他就拿來敲那個身上是不是 對... 我想請問老師 老師你現在拿這兩把劍 是不是都是在他們超五寶的時候 這兩把劍就直接往背上砍 對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所謂的 東西南 南營 這個叫做丹滾 這也砍嗎 這個也砍 這個上面還有流血跡在 可是這個我們不要再講那個 因為這個有點... 比較恐怖一點 這個是丹滾 而且每次要使用之前 好像每一個都要磨丹滾 對... 然後再來看看 要不要用酒精消毒一下 這個... 丹滾 白衣 這也砍了 砍一樣砍 對... 那我們再來看 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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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 因為他就是要... 展現雄威嗎 雄威 然後他有辦法繼續... 以示警示做這些... 示警這些教化這些民眾 然後第二點就是 裡面 雄威雄裡面 雄威雄裡面也有一股比較不痛的 對... 你就要利用這些五寶 用著你的血來證明說 你的神威比他們這些雄威雄還更強 這樣會騙你 其實雞同你在超五寶的過程當中 你神明一定要駕 最少要八分駕以上 對... 兩分是人的雞生的意思 你如果五分駕以下 所謂的五分駕以下就是 你的當初的人 百中五贏的贏頭 是平常來幫你挖 那你超五寶就會受傷 可是過去就是有很多啊 就是剛剛盤盤講的頂頭 在畢業的時候 對啊 有了他神明沒有來護身 他就抖了 對 或是咬著筋都頂了 應該是就這樣 我硬是 我的隱忍耶 以前在超五寶的時候 像我是女孩子在超五寶 其實神上升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力道 下去的力道好像有... 會很難嗎 對... 可是一般我們說的 爬起死的 一般年輕人 為了神明要做威武狀 然後要爬起死的這些年輕人 其實他們呢 那個傷口會不太一樣 對啊 然後他可能 譬如說像你是三太子的機身 對不對 不是有人 因為他都要去炸 類似炸寒丹 不是鞭炮全部都要往身上 對...沒錯 因為三太子很頑皮啊 對... 那有一些人 他可能前一天做了什麼壞事 不是有人被炸到全身都爛掉了 有... 可是那樣的傷口其實是 像比方說我去禁箱的時候 我們到高雄三夢宮 那個太子殿去禁箱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太子爺他手上會有抓槍 那他那個槍的比例是人的那種比例 那我是很怕炮的 可是你知道嗎 他一來的時候我們那個信徒 就像不要我的命一樣 那個地上那個排炮 就是那種整串那種鞭炮 是最長的那種尺度喔 一次一二十串這樣 然後放在地上給我們太子爺玩 他拿著那個他的槍 就這樣勾那個... 勾那個炮就這樣... 然後很奇怪喔 我的身上衣服有被燒破的 褲子有被燒破有炸破的 我的臉從來沒被炸到過 真的喔 所以好像有被... 像周明禎他不是演技工的時候 也是這樣 有一次他們突然跑到那個 鞭炮堆的正中間裡面 全部鞭炮往他們這邊衝 可是他居然連衣服都沒被炸到 好像就打金鐘罩 罩在那邊有生命化 不是 這證明太子爺也會護膚 身旁他會有豪光會附助他 那我們所講到這個五寶 就為什麼在什麼... 基同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不能去使用它 對啊 我曾經遇過一個案例 是在彰化 一個姓彭的 他比方說他的宮裡 叫南什麼宮的 在這個彰化那個北斗那附近 他明天比方說已經三天後 禮拜天要出巡的 那地田台嘛 地田台要禀報玉皇大帝 我們什麼時候要去哪個地方禁鄉 對 然後完了之後 結果他就... 然後三天前三天 你就開始要吃素 然後他睡在那個神桌下面的仙拔 他都有照做 可是就是很奇怪 在朝貓布的過程當中 有一次在台南的蠻昆森 在那個地方 這個新聞後來鬧得很大 結果在朝這個禮拜的時候 他把膝蓋的這塊肉 吐掉去 這整個肉在那邊甩著... 真的是這樣子 後來研究的原因是怎樣 就是他還有個老雞 老雞法書 因為雞童在身上去就是法師 他就起架下來就罵他說 你昨天晚上做了什麼壞事情 他說沒有啊 我只是跟很多的朋友去喝酒喝一喝 然後醒來的時候衣衫都不整 結果後來原來就是他在禁鄉 對 他在禁鄉的時候在禁鄉期 他跑到酒家去喝粉味 就是... 還有一個是我們一個師兄的安妮 他是虎爺的雞生 有聽過嗎 他是虎爺的雞生 他的胖瘦大概比... 中國再瘦一點點 然後就有一次 他是生雞 然後忽然之間他就是... 因為虎爺平常都要供蛋啊 供一些三層肉 生的肉喔 然後那一天他的那個肉忘記換 就是都是他在供那個虎爺 因為他是拜五虎大將的 結果呢那一天他的那個肉忘記換 然後就趕著就出門了 結果那天回來的時候 虎爺來降價了 降價的時候你知道嗎 他沒有吃降價